你好我是小花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關於我們的台服紅塵兩院版改版的正點解析 到底我們到底改了什麼 真的讓我太驚喜了 好的我們在明天就要迎來這個就是3月30日迎來121集的改版 可是你現在看到145集畫面會說我們的問號不是改版嗎 為什麼要看到這個畫面呢 是的大家可以通過我們現在從網頁上來看 紅塵兩院的改版維護公告的重點解析出來了 但大家可能在看這些重點解析時候會有些不太就是理解的地方 我在開頭跟大家說一下我們的台服目前在121集的版本 居然有一些細節更新的跟陸服現在相同版本 所以我們今天重點給大家解釋一下每一個更新的地方 我們來解讀一下這個更新的地方有什麼 還要帶大家去看在哪裡 這樣你就會找得到有張可循 不要像之前大改版一樣 然後你在裡面找了一個老半天 然後也找不到也不知道是哪裡 好我們首先看到的全新畫本的部分 它是121集跟122集 對它是121集跟122集這樣子 有這個主線畫本 有上集跟下集 然後我們完成主線劇情的時候呢 就獲得無錫黑無錫白 我們在之前講過 家具是下集才會獲得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有家國大愛的一個劇情 我非常推薦大家看 不管你有沒有時間 後面來重溫也可以 但它真的是很不錯的劇情 好我們有新的挑戰畫本 一樣普通是121集 然後困難是124集 那我們普通的成就是4分鐘內通關 然後困難跟英雄呢 第一個成就是集體的 然後後面的兩個成就 然後不是 然後我們的天波幅呢 一共會開到525層 就一直到我們的135集 因為我們這一段版本 就有121到135 好了大家要關心的是 紅童星的部分 童星就是雙方到53集 親密度8集就可以結尾童星了 會起火這個童星百念 然後包括還寫童星簡 寫童星簡就有點像 大家寫那種FB發文 但是是雙方情侶 或者是一起相寫 一起玩的人 然後一起做的 紅塵百念的任務呢 是每周會開啟6個 大家不要擔心這個 紅塵百念的任務 如果不見會怎麼樣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個我的這個部分 同心在這個位置 然後百念在這裡 我是因為已經結完了 那這個百念呢 一共有100個同心百念 然後我就已經完全揭密 100個就不會了 每周會有6個 當你把這個任務 就假如說你們沒有時間錯過的話 沒有關係 錯過了可以再重新去結 比如說一起看天氣 一起打畫本 一起去過什麼地方 他都會記在上面 錯過時間沒有關係 你每個解完之後呢 他會寫下日誌 你是什麼時候做的 那還包括這個 好我們要講 童星簡的部分 就是寫這個 你可以去寫通過文字的方式 或是圖文 就是有拍照 寫下你的內容 也可以用語音 然後記錄一下 記錄完之後 會有一個小本本 你就可以去查看 寫的童星簡 你們幹過什麼 包括你們一起寫的任務 春夏秋冬 你們的紀念日 他都會在這個上面 就是關於我們童星的部分 然後這我是那個leg 沒有顯示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是關於這個 我們的跨服好友的部分 跨服好友的部分呢 我們這個好友 我關於我那個 我陸服沒那麼好友 我們原來的好友 上次是170個 現在上次看到200個 就是包括跨服 包括跨服喔 跨服好友 就是說你的跨服 跟你本服好友加起來 不能超過200個 你們可一起組隊去打 新劍一起打 挑戰一起打 就是所有東西都可以一起打 只要但凡組隊 你們都可以一起打 好我們要下面講一下 關於這個新的家園的部分 家園在我之前影片 有跟大家分享過 關於家園的 家園的這個東西喔 他是家園2.0嘛 我們要再蓋家園 那蓋家園部分呢 就是他上限提升到9999個家具 那也新增了很多家具的部分 就是跟家具有關的內容啊 首先比如說 我們要新增藏增令的家具 藏增的家具呢 他有新增這幾個 這三個是屬於就是 那個永定土樓 之前有出的嘛 這三個是新的出的 然後這個這次沒有出 就這個魚缸 我一次都沒有的魚缸 這三個還有出這個藝鳥 這個藝鳥是1200 藝鳥呢是屬於 就會在我們的家園當中 你放上去飛來飛去的那個像海鷗 其實你就理解為海鷗就可以 這是一定要買的 那還有家具的部分呢 在我們的商城當中 大家來看一下 那個綁點的部分 我是已經買了 綁點一共2000綁點 這是家園圖紙 像比如說浮空島啊瀑布啊 還有這些積木 這個全都是綁點的 你加起來是2200還是2000 我有點忘了 然後這個是這個記得買 這個就是每個人都得買 你想要這個彩虹嗎 一定是要買的 還有比翼齊飛 然後還有這個互動家具包 我們這一次更新的話 互動家具包含 就是互動家具包呢 它也有出喔 所以呢 這是貼合陸服最新的版本 陸服136的版本 才有出這個互動家具包 所謂的互動家具包呢 就是我們有玩的一些 天類島的活動 不是有那個 呃 像海参一樣 就會加速啊 或是減速啊 你可以在你的家園當中 設置像這樣的玩法 然後作為機關 這是家園的部分 還有包括就是我們在家園當中 做一些很詳細的部分 那就是關於這個互動包的部分呢 好像這一次是沒有上限了 只是上限了這些積木 這些積木 這些積木看到沒有 還有包括呢 在我們的童星當中呢 也會有一些 大家為什麼要解童星 童星當中也會有家具圖紙 你看有沒有花台 這是三階才有的 我想要改的摩天輪 叫這個才有 還有包括這個 這都是全市的綁點 很容易買到 大家不用擔心喔 還有包括那個童星的 童星的百貨的部分 欸我安全拿了 對童星的百貨的部分 就是買一些 這都很便宜 很便宜 都很便宜 這是寫日誌 可能會需要用到的裝飾 你可以通過購買 然後寫上去 這個很便宜 但是對於就是 我們如果缺睡衣的人來說 是有點難 大家可以一起彗星盒 有沒有超多的 你們的甜蜜時光 好了 那我們當然新的部分的更新 還來到新的奇遇的部分喔 不知道大家沒有把這個奇遇解乾淨 所以我就是 我這個新的我還沒有去解 有點懶 好新的奇遇的部分 我們講一下物盡天則 我之前看過一個文字的更新 就是對於新的版本的更新的介紹 我覺得不太認真喔 你們在copy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看到 細節是不對不貼合版本呢 這個物盡天則是一個很好解的 那個我們的那個奇遇 那它屬於普發型 大家正常任務做做就會掉下來給你了 所以不用擔心 你看我上一次出發是8月16號 真的太久了 很容易解 點點就有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獎勵的部分 那我們新的奇遇呢 就是跟我們的孤膽破寮影 所以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的121的主線劇情 主線劇情如果一定要給它口來 主線劇情講的是有刺療 就是我們要去刺殺小太后 這個13張刺療 我們要刺殺小太后 它有分上級跟下級 就是兩級 我們打的畫板是他 第一個是小太后的那個 那個親戚 然後第二個是他的拼頭 然後第三個是他女兒 好 新的神祥呢 就是很驚喜的是 有新的神祥的部分對不對 好 新的神祥來跟大家說一下 新的神祥比較特殊 因為我們更新的時候 剛好星期五不能重新選神祥 大家再下週一首選就好了 我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賬號 一定要先選薛霧梅跟公子羽 把它招出來 為什麼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的羈絆 他的羈絆是要有夜開 富鴻玄 省鍋紅 江山 燕南飛 還有薛霧梅 當你這個全部都有的時候 你招出公子羽 會直接跳430億的功力 還是413我忘了 反正400多的功力喔 然後薛霧梅的部分呢 就是在以現在的版本的神祥來說 這兩個版本出戰超強 超越原來之前的 他一支的功力 他的那個一星的功力 都比我們原來 就是原來這四支還要高 原來這四支一星 就比他還要高 大家注意一下這個喔 像就是如果你是白嫖月卡的玩家 就是像三星到四星就可以出戰了 要留兩支滿星的出戰 這樣才可以攻擊 然後剩下就是護主 所以我們現在的目的是 把它放上來 招到兩星駐戰就可以了 再把前面的升完 然後再回來升 這兩支是非常非常非常推薦的喔 超級強 是這個版本當中最強的部分 我沒有想到他這一次跟得這麼快 然後就直接跳上來了 那關於隕星的細節的部分呢 我之前拍過一個影片 教大家如何去玩新版的隕星 台服三年之後呢 我會另外再就是拍一次喔 用台服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隕星的玩法喔 就是一定要講這夥伴 你可以自己帶了喔 不需要再怎麼樣 還可以保護我們的裝備 還可以增加我們裝備的技能 還有包括我們的隕星當中的奎牛 變成兩支了 然後我們出處 就是我們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原來死掉 不是要離開的地方 撤離的地方只有一個點嗎 變三個點了 所以大家再也不用擔心 被人家打得要死不活 你出不去了 被卡在門口 又不能再出手禮火之類的東西喔 這個很重要 要注意喔 這一版的隕星結算 會給大家一個神霞的裝備 是一萬綁點 所以大家還是要善用你的綁點喔 神霞裝備的話 白票這樣子 那其他要的就要課金了 大家應該知道 神霞的裝備 好這個細節我們再另外再說 然後第二季的紫線糖兵呢 他我之前就問是說 他沒那麼快開 但是在四月上群就會開囉 所以不確定 就是今天我們更新後會不會開 如果會開的話 我有一個就教大家 如何快速的通關影片 我們在通關影片當中 我手把手的畫好圖 教你怎麼樣可以馬上到中間 然後可以增加我們的進度 那新的紫上糖兵 之前跟大家有分享過 就是他有那個探索 有的新的紫上糖兵啊 他有比如說他有新增糖兵令 糖兵令是免費的 然後大家可以在一起共同去 就占地快啊 拿資源的時候大家可以獲得資源 我們現在的資源是天四 一共有五顆 鑰匙有二十二吧 然後我們的一五八的棋子 給的是六十顆 有六十顆 因為他是一個盒子嘛 一共是六十顆 可以提升大家的這個資源的部分 那他也有新增查找功能 這個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吧 掃蛋功能的話 他這個掃蛋功能 我不知道說台服 會不會給大家補充很多掃蛋服 當時陸服上線的時候 是沒有搞掃蕩服的 好他主要的部分呢 還有那個兵法找回功能 其實也沒什麼用 大概沒那麼多 然後這兩個 這是這個兩個是最新的 有分這個藝館還有金掌 這個後續我會拍 還有跟紫上堂兵有關的影片 因為可能我比較了解 金掌的最高在哪裡是固定的 所以你要有一個 一開始前期有個方向請過去 那紫上堂兵呢 原來是可以用藥品 像是不可以用 已經不能再吃藥囉 還有通關的要求 我們之前要三星特別的難嘛 他現在三星的那個時間 往下降了 所以大家會容易很多了 還有包括就是我們這一切 紫上堂兵呢 隨著我們的等級提升 他的協調變多了 這個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們紫上堂兵的兵法商店呢 已經就是有限制了 沒辦法像原來買那麼多 他是有限就是 他的比較貴 但是你可以相同的 至少買很多個 這樣還是OK的 你提升比較快 好我比較驚喜的是 天盲滅焰的部分呢 因為天盲滅焰的部分呢 他 他居然就直接跟到了 跟我們陸服相很接近的版本 我覺得唯一的差別應該是 裡面有沒有青銅器 可以加buff 只是這樣而已 這個需要我們明天 這個開服之後 今天看知道 好我們這一劫天盲呢 新增了這個祕境 這個祕境的部分 是5到10層才有 你只要不停的打小怪 他會出一個 類似轉移點的地方 你進去 然後會進到秘境當中 他的獎勵呢 是下一層的獎勵的 打boss的 大概三倍左右的這個部分 具體的可能可以再去問一下官方 這個我印象不是很深了 所以大家可以組隊 或是單人去刷這個秘境 5到10層都可以 所以你可能會喜歡刷9層 可能會喜歡刷10層 因為10層刷出來的秘境 是11層的獎勵的加倍 這樣是不是更好玩 當然啊 同一個時間 只會触發一個秘境 如果這個有人進去了 你下面剛好同時在打 可能就沒有觸發的 那麼那麼那麼的 嗯 好 新增的秘令技能呢 就是大家 不懂什麼叫秘令技能 很簡單天氣系統 就是我們的那個 風光火光雷光的被動啊 之類的 還有包括一些加強 進入我們的天馬 讓大家可以更開心的打 你會發現白嫖賬號 打天馬真的很輕鬆 他這次跟的真的很多啊 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呢 欸 交互獲的真 OK 這是最新的 他的青銅島 我們的這一步很厲害喔 直接跟到136版本的天馬了 很強啊 我們在同步 好我們的天馬包包呢 來到了上限擴到70個 原來是50個嘛 原來初始是30 像初始是50 我們開到70個 大背包當中可以帶更多的東西了 好大家記得我們那個互動 我講這個互動部分的那個 互交互進程就是 喝下去補血 喝下去加跑速 喝下去 還有個水船 我之前有拍過我的影片 這個部分呢 我也會在另外再跟大家分享 比較細碎的部分 這個細節我就不講了 嗯 喜歡打天馬了 你再也不會覺得打天馬很無聊了 但是特別注意一下啊 那個你帶被動雷的時候 可能就是放進程的時候 會隨機掃到周圍一大堆 就是一大堆帶過來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頭很痛 因為就是你別人只要打小的過來 突然帶一堆 我已經剛才會吐血 好先來講到這個部分 是關於這個夥伴裝備的 這個我會有一個專門的影片 教大家如何做夥伴裝備 然後怎麼去使用啊 那唯一跟他講的是說 打造我們的夥伴裝備 可以獲得青琉璃 我記得講過 所以我們的允星這一季 比較推薦大家做的是巡星 盡量做巡星 可以掉很多五色琉璃 五色琉璃是洗塵下的 就塵色裝備的 這個我們需要的材料 如果你只有一件其實還好 就平常白嫖 正常就不打巡星 那個五色琉璃也夠你洗 那如果是一般的高級別玩家 綜合一場玩家 還是以巡星模式來做五色琉璃 當然這個是最新的部分 陸服現在是可以直接 用那個碎星的方式獲得五色琉璃 就是陸服現在獲得五色琉璃的方式比較簡單 這個我們到後面在單一有個影片 專門教大家如何去調整夥伴的裝備 夥伴的屬性 夥伴的始練 這個在這邊講不透 好了 S8的戰令 造就670塊新台幣 這一季的戰令 時裝非常非常非常推薦 很搭配 衣服非常搭 不管成男成女都很搭 很多的頭 你們注意一下 好啦我們的成長基金還是一樣的 成長基金是870塊 欸是830塊 反正成長基金是必買的 尤其缺綁點的你各位 那你就自己要買成長基金囉 好還有一個就是生頭銜的部分 成萬星的部分是 欸他只寫生頭銜 有這麼懶嗎 成萬星的部分需要是30個天涯物 然後我們的功力需要是289000喔 你可以注意一下289000的部分喔 另外我們之前有一個 我不是有一個那個 專門給大家看頭銜的部分嗎 對我們來到成萬星的部分 那你可能會關心說 現在到底有多少個頭銜呢 我們來看一下頭銜的部分 好我們下面有成萬星 季空雪 影光一叉 吞天一念 靈犀一子 就是這樣子的 後面的頭銜呢 我們之前的季空雪 生完季空雪的時候 影光一叉跟吞天一念是同時出的 所以我們大概在 下一個版本應該在 我們要出新劍的時候 才會出季空雪 季空雪需要的功力是 31萬多還32萬 28萬上 這個我有點忘記了 有可能要就是 我們用頭銜的細節 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把圖撩上來 好我們頭銜的部分呢 我們的這個 成萬星是 28萬3千 天安我30個 季空雪是 30萬公里 然後天安我32個 後面都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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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家就不用copy了 在我社群當中有 你需要的話可以在說明當中找到 我的社群連結 然後再加入就可以了 好這是頭銜的部分啊 我們再來看一下關於這個 更新的事件 好 這個幫派產出優化重點 這個應該不care 我跟你們講 跟你們應該care的事情 叫幫派聯賽這一塊 這個是陸服136集最新最新最新改版的東西 沒想到就直接貼合到我們的台服上來了 唉就覺得我們這改版 真的是真的是瘋狂追陸服啊 好那他改版部分 只要的點是 比如說復活之後 我們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等更久 原來是要等15秒時間可以放技能 像只要8秒 幫派搶奪 復戰場首領 打到兩個或更多情況下 搶奪首領越多 對後續首領傷害下降越嚴重 就是說幫戰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辦法 同時去搶很多的boss 就是有時候我們可以搶很多個嘛 然後就是想說 欸你都全部都技能搶了 好像大家就是沒有什麼體驗感啊 再注意一下啊 還有呢也替換了復戰場 最後一個首領掉落的技能 他改了他那個風雲變換啊 這個那個他就是有一些招 招換的這個技能 就是很很激勒嘛 主戰場都知道 我沒有很多技能是非常激勒 比如雷電超級雷的 他給他修整了 還有就是因為我們打戰的時候 就是打幫戰的時候有天氣 像我這樣養老幫派 倒是沒有這個困擾 要只是講一下 好了那還有這個修正 是關於這個主戰場的部分 是我們復活不會給一些震天雷啊 或是霸野無雙啊 強弓 現在沒有了 全部全部拿掉了 他改成像御風爵啊 就御風爵 其實就是有點像風公的那個 天氣屬性的那個加成的東西啊 還有包括凝光遁緣 一段時間內獲得霸體 氣血上限的效果 還有比如說千刃成衫 將周圍敵方目 要快速牽引到身邊 並且短暫壓制 還有這個蝶霧領域 就是提升 就是提升了很多群體的部分 能提升幫派 聯賽玩法跟中的更多的不確定性 好大家要關心的是這個 關於金智銀智的禮盒部分 我們總統來說一下喔 天龍戰場的部分呢 他會這樣子喔 我們每次參加完天龍戰場 不是會給你一個信件嗎 你參加完之後獎勵嗎 他會形成一個禮包 然後這個禮包呢 90%的概率是銀智 反正是說必出銀智 10%會出金智 所以大家可以額外獲得很多的東西 那講到金智跟銀智呢 我們跳回來講一下 金智銺的稀缺禮包 關於這個部分喔 我們其實都蠻頭疼 我們開出來的時候 是金色的鞭石跟天涯三對不對 好到121集開始 他不會有了 我們的金智銀智禮盒呢 裡面就是 像有金偉的旗子啊 然後神兵啊 跟還有大鐵啊 鹿子啊 就是 就是真的都是貴的東西 都是貴的東西 不再是便宜的東西啊 然後大家就不用難過了 不然老是覺得很難過 是不是就覺得 每次開這種東西沒什麼用 好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他一些比較重點的部分 大家會比較關心的 我覺得幫共這個 鞭石這個我們之前就有講過 就不用這樣 琢磨來到了90集 嘿嘿嘿 90集 一共需要的金工材料 是21萬左右的金工材料 需要的稅影是16億 16億喔 注意囉 16億喔 你要準備好 那因為陸服現在版本是琢磨 是要100集 100集 需要的是26萬的金工 需要的是32億的稅影 好啦這個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準備了 嗯 好我們下面講的是關於金尾系統啊 金尾系統大家其實比較關心 是什麼時候封頂啊 我剛剛說一下13579 好我們總共15集封頂到129的時候 所有棋子到15集 到131集的時候呢 134才會開草尾 就131集天翼就是九宮格 所以大家要做一下規劃 這個我們從更新1到131集有3個月的時間 所以你應該要蠻長時間準備 中間有活動啊 開箱子啊要注意一下 好了我們現在講到4集新增的東西 4集新增的東西 大家應該比較關心的是關於天衣 你各位天衣 好我們講到你各位 其實關於天衣的部分啊 我們本來131集更新的是 131集更新的是我們的綠色的頭髮 跟粉色的頭髮 好多因為他一口氣上來對不對 他就更新了 如果需要想要染的頭髮呢 就可以換250個幻彩自殺 可以染一個頭 只是現在實裝上來的話 有一些髮型不太適合染喔 就是可能要等等髮型 譬如說 巴拉拉小模型的頭 特別適合染超級好看 好了在魅力直商店呢 新增的是 你們不是有拿到天衣的那個座企嗎 天衣的那個座企 不是那個獨角獸 你說起上去很醜那個鞍對不對 好了只要你的魅力直 那個是3集 就能花碎銀買到 皇帝的新衣 這透明的鞍喔 騎座騎超好看 不用再用鞍 但速度是一樣的 那到清國清晨6集呢 會升級那個頭飾 這個一般人都不會帶 我只是跟你講那個頭飾 反正都是碎銀買的 記得買一下就好了 好我們要有一個 什麼衣櫃的搭配啊 什麼換裝啊什麼 大家可能當時就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衣櫃搭配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嘛 他就更新到最新的我的搭配啊 包括還有背景啊排行榜資訊 這個我這樣講 可能你聽不懂 我們來來看實體的部分好不好 來關於這個搭配部分呢 我們在衣櫃裡面呢 看到這裡 你看一下喔 有我的搭配 對我的搭配 大家之前可能看我的影片看過 他就你可以呈現這樣10個 你的搭配長什麼樣 你想要穿什麼樣 我隨便來點一個 我們點個詳情 你看我現在穿這套衣服對不對 我換一個吧這個你看 我的背景我想切什麼都可以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可以就是穿10種不同的搭配 然後搭不同的背景 然後他會顯示於我們的角色查看 跟排行榜資料 什麼叫排行榜資料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你點開排行榜 你看這是綁衣對不對 你可以點旁邊這個搭配 他只穿4件 你可以看到他的4種搭配 對他穿的少了一點換一個 你看這穿6個有沒有 他穿不同的衣服 他有不同的搭配 他想怎麼切換 然後背景就可以切換了 不管是在排行榜上呈現 還是在我們都有那個什麼個人資料 你查看個人資料的時候 他也是有呈現的 這個其實很方便 方便了大家在換衣服的時候 欸你看這穿全身 你看想要穿不同衣服 不同的顏色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是怎麼搭配的 你喜歡他的染色 可以跟他問一問啊 或什麼之類的 你看每個不同的有沒有 這是10件全部都有了 這是他的搭配 這個很直觀 我就不用解釋了吧 應該還蠻喜歡這個 我覺得你們應該蠻喜歡這個玩法的 因為他很合適 就是你想要的樣子 而且很方便 尤其是天衣叫門 你們應該很喜歡吧 好我們下來講一下 這關於的是這個 聲望我就不說了 聲望這個 我建議啊 各位你們專人去捐就有書讀 我怎麼老聽到很多人沒有讀過開洋呢 我們家可是有開洋的呀 好啦喜歡唱歌的你呢 我們幫派是說 以後在街上就不能安靜了 喜歡唱歌的你呢 記得喔 踏歌 踏歌什麼東西 是一個像麥克風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唱歌 我們來看真實的部分 講是沒用對不對 有沒有 以後路上都會有人唱歌了 好啦踏歌呢 我們的 動作改到這邊來囉 看一下 動作改到這邊來了 全部改到這邊來 這是陸服最新的版本 好踏歌是在我們的表演當中 你往下拉 那如果你的妹子到清國清晨 是可以永久獲得 如果沒有到清國清晨的話 就有時間限制 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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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功能 點踏歌 有沒有 有麥克風揚聲器 就是附近的人 可以聽到你唱歌 附近的人 可以聽到你唱歌喔 然後你也可以在附近 會顯示一個頻道 有沒有誰來收聽 你可以點詳情 誰上麥鐘啊之類的 對附近的頻道的人 可以聽你唱歌 就是只要進 就在地圖這條線的人 進入房間 就能聽到你的唱歌 那在周圍呢 會有揚聲器 聽到你 迷迷之音啊 就精靈複 你看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喔 這個以後 我們在周圍可以聽很多演唱會 喜歡唱歌 你也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之後天衣會出一個 跟踏歌比較特殊的東西 就是跟它相關的 既然有踏歌 一定有特殊的天衣 就是那種拿著什麼 那個像那個粉絲一樣的東西 我有他有沉浸式演唱 然後退出 結束演唱 我有一個動作叫全 那個制霸全服啊 這個 這是用綁碟買 你看他就是 就是唱歌的時候 在那邊搖搖搖搖搖 這個大家可以再去買 然後是應援你看唱歌 粉絲 你各位你喜歡的 都會有的 放心以後都可以聽了 好我們在重點跑評當中 再往下來看一下喔 這些其實這些 比較重點來到最好 比如說你看 基礎系統優化 聊天 新增什麼 設置的變遷啊 還有表演方式 這剛才我們到左邊 大家有看到那個左邊嗎 還有就是一個 關於天系統的極光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極光是在晴川 記得晴川 我們有個統心任務是 一起跟統心 然後經歷過極光的天氣 其實極光天氣概率是非常的低的 現在真的超低喔 它有增加那個天氣預告 這樣大家可以解任務 或者是你們 就是掛集在那個地圖 然後掛著 它過了就好啊 不用盯著 最後來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就是細節的部分 這些細節的更新 全是陸服最新的 最新的 有意思全部是最新的 好首先說一下那個 它優化這個狀態 其實有時候都不知道好友 到不了有沒有在線 你分不清楚對不對 它現在已經開始讓你分得清楚囉 還有呢 包括就是一個那個 特殊飾品特殊部位 穿搭的那個分享介面 還有新增這個 以前是沒有的 你現在就可以有那個特殊的部位 並且還有分類 它有分類一些分類 比如說我們的衣服啊 尾巴啊 背飾啊 腰飾啊 不同的地方它改了 還有呢可以轉職 這個應該不用講 大家知道吧 我們的鑰匙 狼紋的鑰匙 每周可以使用40個啦 之前是不行嗎 對不對 現在不行嗎 還有呢 遊俠 我們挖寶的時候很討厭的事情 是挖到金蝴蝶 我有金蝴蝶 但是進去之後蝴蝶就不見了 還有修復這個Bug 以後如果你有金蝴蝶 哪怕進去金蝴蝶不見了 太高興啦 不然真的覺得頭很痛啊 好 最重要的是這兩項 最後這兩項 我覺得大家很關心 這個它沒有說得很明確 我們大家都不清楚啊 為什麼首先講第一個 新增一系列頭像專板 頭像裝板的話 在121到131集的版本之間 它有上的是叫 季夜新霜的頭像 你各位 季夜新霜很可愛的呢 它有更新的季夜新霜 然後包括還有這個頭像 還有雪鳳清旋 所以這一版 會一下就到季夜新霜嗎 應該會很期待吧 然後包括像這個 還有這個 它會不會全部都給你跟出來 很難說喔 台服的這個 這只有一句話 但是猜想真的很多 這是頭像的部分啊 好然後還有洗鍊的部分 最後這個是洗鍊的部分 我們之前洗鍊的時候 總是兩個都要選 比如說我要選雙氣徑 我們說下面兩個 我兩個要氣徑是不是 我就沒辦法單一的洗 我必須就是要 就是兩個顯得不一樣 那才可以洗喔 我來再給它看一下 這個新版呢 它已經取消護次了 就是我在洗的時候 好像沒有洗到有點慘 欸真的有點慘 我這是悲劇嗎 欸這是最後的結尾 不要這樣那麼慘嘛 OK 好我現在這個是氣徑對不對 我們來點一下 有沒有看到 我選的是氣徑 但是我還是能洗出氣徑 它把護次取消了 所以大家以後單一洗也很放心 不用害怕跳上去 不能把它洗霜氣徑 因為他們已經全部獨立了 互相沒有排斥喔 好啦以上的全部的部分呢 就是關於我們的這個紅塵良原版本的 一些重點細節剖析 跟細節給大家來看一下 這樣大家在更新的時候 知道自己能幹什麼 想做什麼 能做什麼 還有期待做什麼 我是小花 這是改版的重點剖析 還有一些相關的影片 會在後續慢慢上線 比如說夥伴的 比如說天盲的 比如說影星的 有更多更細碎的這個信息呢 我會再來給大家拍影片來分享啦 希望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按讚吧 並且開啟小鈴鐺 有更多的問題 可以在說明當中找到我的社群鏈接 加入社群來進行提問 在我有限的時間 謝謝你的收看 改版愉快喔 Eg… 嗯… … 嗯…